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去利比亚解救被KB翻 此绑架的工程师的口号 再次登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热门 原因吗 竟然是因为他们的官方报道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据菲律宾国营人民电视台报道 由于三名菲律宾工程师在利比亚遭到KB翻 此绑架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准备派进一艘菲律宾海军舰艇 前往非洲上演 千里营救 这本来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新闻 但有菲律宾军事爱好者发现 在当天播出的电视节目中 所谓的菲律宾军舰分明就是中国海军的越洋号导大护卫舰 更奇葩的是 菲律宾电视台还将我军战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 通过后期特效改成了菲律宾国旗 更有很多菲律宾网友在网上批评电视台 认为菲律宾电视台做事不严谨 还很不要脸 明明使用菲律宾战舰的图片就可以了 非要去盗用中国军舰 难道是虚张声势 不敢去非洲救人吗 图著 网上流传的菲律宾新闻报的截图 不过 也有网友在网上评论表示 菲律宾自从新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 和中国的关系日趋混乱 这次菲律宾电视台会不会是在趁机表示 中国的护卫舰就是菲律宾的护卫舰 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甚至在今年年初女出经人 菲律宾能够成为中国的一个省 当然 这只不过是一个玩笑罢了 今年7月份 就有菲律宾人在菲律宾街头打出 欢迎来到中国菲律宾省的横幅 就遭到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中国驻飞大使 赵建华的一旨批评和反对 认为这是对中国政府和菲律宾政府双边外交关系的恶毒攻击 而横幅也很快被摘了下来 图著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表讲话 被曝光 又咬照片后 菲律宾国营人民电视台很快发表声明向公众道歉 表示只是一名视频编辑 从网上下载了这段视频 电视台没有仔细审核 无意中使用了错误的视频截图 并没有特别的含义 同时 菲律宾电视台也向公众保证 将采取更加严格的方式 来保证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以建议确保这样的闹剧不再发生 图著 中国054A型护卫也 月亮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